该唱的戏已经唱完了 她不用再给婉宁颜面 我说话 七妹妹没听到吗 五小姐 从妈妈忙挡过去 我们小姐的病还没好呢 五小姐要照应着点 我看她比谁都好 姚宛如拽住了婉宁的袖子 奈妈妈忙上前 五小姐现在不是正直的时候 不给她点教训 她就不知道该怎么乖乖听话 不过是没人认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撒野 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姚宛如话音刚落 只听到震天的哭声忽然响起来 哭声将园子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 大家顺着声音看过去 一个六岁的少爷 满脸惊骇 苦得十分的伤心 紧接着 婉宁看到了旧母 陈氏 旧母 匆匆忙忙地赶过来 只是扫了一眼 痛哭的弟弟 立即就将视线 落在婉宁身上 婉宁看到了旧母 关切的目光 那目光真真切切 没有半点的虚假 寿氏也赶过来 看着哭个不停的坤哥 还有相见的沈四太太和姚婉宁 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宽哥 这是怎么了 旧母虽然说着话 目光却没有从她身上挪开 宽哥指向姚婉如 她为什么欺负我姐姐 说着又指向园子里的下人 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 她欺负我姐姐 说着不停地抽眼 母亲 我姐姐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她说我姐姐 是没人认的东西 嚎啕大哭 姚婉如从来不知道 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样可怕 震耳欲聋 让人藏无处藏 躲 无处躲 沈家人边安抚孩子边看她 让她有一种想要逃开的冲动 不 她不能走 她有什么错 她就该教训姚婉宁 只不过 是让那个小孩子 不小心听到了而已 姚婉如看向母亲 母亲目光里满是怒气 姚婉如心里顿时委屈 这不怪她 谁会料到这个沈家的孩子 突然跑回来 这是误会 这都是误会 寿室 盲开口解释 说着 看了一眼姚婉如 姚婉如 早没了方才的气势 在寿室的几次 三番的暗示下 开了口 我没这样说 我只是说 七妹妹身体没好 该回去歇着 她骗人 她骗人 昆格边哭边喊 所有人的目光 这下子落在了姚婉宁的身上 寿室期望姚婉宁 能替婉如说话 沈家人这时候 最相信姚婉宁 姚婉如瞪大了眼睛 所有人都在等着姚婉宁说话 寿室揉声地喊 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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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室眼看着姚婉宁张开了嘴 她憋着气 听过去 这些年跟着沈家 她没少赚银子 也是吃到了甜头 才想要赚把大的 有了本金 也能像二嫂她们一样 在外放力 谁知道 一二再再二三的生事 不给她点教训 她就不知道 怎么该乖乖听话 不过是没人认的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撒野 我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婉宁重复着姚婉如的话 然后转过头 看姚婉如 吴姐姐 这里是什么地方 姚婉如 哆嗦着嘴唇 沈家人虎视眈眈地看着她 她想硬着头皮 接着骂妻丫头 却又不敢 她空张着嘴唇 吴姐姐 当着我舅母的面 你就不敢说了 若是我 方才怎么说的 人在的时候 我还敢怎么说 眼看着婉宁嘴角浮起的惊笑 姚婉如脸皮顿时发烫起来 这是在嘲笑她 这次连寿室都惊在那里 这是怎么回事 婉宁怎么敢这样说话 舅母 婉宁叫她舅母 婉宁太太眼泪差点流下来 上次婉宁喊她舅母 还是她上京去看陈娘 婉宁趴在陈娘背上 扭得像一只肥肥的大青虫 当时她想 这孩子真有武器 后来陈娘被修 她依旧买了点心去看婉宁 点心却被退了回来 好不容易打通了寿室来到姚家 怎么也想不到 婉宁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要不是看到婉宁裙脚下那双洗的 已经掉了色的袖鞋 和摇头皱眉的童妈妈 她就会信了寿室 以为婉宁被寿室照顾得周到 听得姚婉宁的话 本来哭声小了的坤哥 又大哭起来 审四太太将坤哥搂在怀里 抬起头看寿室 六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婉宁 老太太那边还有客人 按理说这个时辰 她该带着沈四太太去花厅里 就这样耽搁下来 老太太一定会问起来 沈四太太攥紧了坤哥的手 向亭子走过去 寿室忙上前阻拦 从前是以为婉宁不愿意见她们 毕竟沈家是商骨之家 说不定会因此连累婉宁 现在婉宁叫她旧母 就这两个字 她就不能再眼睁睁地 看着不伸手 沈四太太一把推开寿室 寿室挫不及防 差点被推摔在地 几步来到婉宁身边 沈四太太觉得走得十分的顺畅 仿佛将多年压在她心底的玉器 一下子挥发干净 到底是有沈家的血脉 不会任人欺负 婉宁都不怕 她怕什么 沈四太太几步到了婉宁身边 婉宁也在打量沈四太太 一晃几年不见 舅母两遍已经生了白发 舅母不爱说话 她记得每次来姚家 舅母都抱着石盒子放在她面前 她和母亲回去沈家看外祖母 才知道舅母家里有个傻哥哥 外祖母寿沉上 她捧着点心给傻哥哥吃 沈家人都以为她丢了 所有人满大院里找她 后来她拉着傻哥哥走出屋子 他们两个光着脚笑得开心 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晚上母亲和儒母说 看到婉宁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婉宁也变傻了 母亲说完这话就后悔 扶着她的头发 你舅舅舅母过得苦 我还说这样的话 你啊 既然不怕你三哥哥 就多跟三哥哥说说话 没有人和他说话 他多孤单啊 可能是因为他在现代 经常遇到这样的病患 那时候他虽然没有恢复 从前的记忆 却不害怕这样的人 舅母 我们到一旁说说话 姚婉宁拉住沈四太太的手 沈四太太使劲忍着眼泪 好 好 我们到一旁说话 寿氏却急得跺脚 我之前说好的 现在 你是给我找麻烦 等你走了 长辈不止要责备我 婉宁也会被连累 你怎么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沈四太太被说得动摇 抬起头却看到姚婉宁 目光坚定 这孩子怎么比从前还要坚强似的 婉宁 你这身子怎么样了 婉宁没有回沈四太太 而是看着凑过耳朵的赖妈妈 赖妈妈善善地作回头 婉宁这才仔细地看沈四太太带着的昆哥 昆哥那双眼睛看起来熟悉又亲切 她仿佛在哪里见过 却一时又说不清楚 婉宁也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脸上还有尚未干涸的泪痕 你是我姐姐吗 婉宁点点头 你是婉哥 舅舅的孩子 家中行几啊 婉哥很乖顺 是 家中行六 我母亲说你是我最亲的姐姐 听得这话 沈四太太有些不自在 轻轻用手抹了抹眼角 然后轴声道 婉哥乖 母亲和你七姐姐先说话 婉哥让儒母带到一旁 婉宁踩手 秀母怎么会过来 姚家是不会随便请沈家人的 这么多年一向如此 有位夫人病了 听说我给你三哥哥请的郎周很好 沈四太太顿了顿 就叫我过来问问 婉宁低声地问 跟三哥哥一样的病 一样又不一样 他们只是 让我将郎周找来 听说还请了会治病的妙筑 这一次姚家正是大费周章 沈四太太不明白 婉宁 你为什么会问这件事 因为姚家也该尝尝被利用的滋味 婉宁凑到沈四太太耳边 说了几句话 沈四太太顿时一脸惊惭 这可 能不能行啊 婉宁凑手 秀母放心 沈四太太半信半疑地点头 嗯 这样也好 不管怎么样 也要外人知道知道 她姚怡文 姚大人 还有个长女 主院的花厅里 姚老太太看向管事 都准备好了 管事喊手 老太太放心 都妥妥当当的了 你们做事 我不放心 老太太讲究了 抚平腿上的衣衫 上次 陈家老三和表兄 来家中做客 才跟老太爷说了几句话 就听说七丫头落水了 还是陈家的下人 将七丫头救上来 幸好 陈家和我们家是世交 这若是让外人知晓了 不知如何说法 前妈妈低下头 小姐们都在喂鱼 下人们一时照顾不周 也不知道怎么的 七小姐救 知道她不顶用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就别将她叫出来 老太太意味深长 闹出笑话 谁能担待得起 我们家和陈家是要结亲的 前妈妈应了一声 老太太说得是 话音刚落 四太太僵尸进了门 不等僵尸禀告 老太太便问 李大太太呢 还没进门 僵尸点点头 李大太太就走到门口 无论如何 不想进园子里 这是怎么回事 姚老太太忙站起身 有没有和大太太说 我们家里上下都安排好了 不会有人弄出什么响动 说了 僵尸顿了顿 李太太说 歇一歇就来 老太太要起身 僵尸忙去搀扶 看来李大太太病得不轻 老太太瞪了一眼僵尸 若是病容易治 还会找到我们家 僵尸忙地下头不敢说话 其实哪里是找 到了姚家 李御使被冤枉外放 这次朝廷翻案 将他召回来 一路上 李家遇见了 沈家的商队 听沈家的伙计 说了沈四太太家 三爷的事 李家就打听了 哪家的郎中这样厉害 这种病都会治 不知道经理的三哥 怎么听说了这些 写了封信给老太太 让老太太找沈家人 给李大太太治病 僵尸也奇怪 老太太为了一个御使太太 为何这样大费周章 老太太有些不耐烦 这沈家真是 用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不顶事 伤骨支架没规矩 到底是靠不住 来了来了 管事妈妈进院送信 看到老太太皱起眉头 僵尸盲问 哪个来了 李大太太和沈四太太都来了 正往这边走呢 老太太这才松口气 看向愣在旁边的僵尸 快出去赢啊 僵尸这才 啊了一声反应过来 带着人匆匆忙忙出了门 李大太太穿了一件 降色被子 规规矩矩 梳着圆记 四十几岁的人 看起来十分的苍老 让人搀扶着向前走 沈四太太跟在旁边 两个人低声说着话 老太太看到 李大太太立即起身 盼了几日 可算是来了 李大太太一脸歉意 有气无力地回应 让老太太惦记了 下人搬好了椅子 李大太太欠身坐上去 却立即又站起身来 老太太忙招受吩咐下人 快快 再加快软垫来 李太太坐着不舒服 李大太摇摇手 抬起憔悴的眼睛 就是这个病 做不得 寿司盯着李大太太看 真奇怪 还有人得这样的病 吃了东西会吐 椅子也做不得 听说晚上也不怎么睡觉 人瘦得一阵风就要吹散 前阵子已经病得 连门都不能出 寿司正想着 李太太已经转头 恳切地看向 沈司太太 听老太太说 这四太太认识好郎中 不知有没有请爱 屋子里所有人 都看向了沈司太太 今天最要紧的事 是要给李大太太看病 老太太看向沈司太太 按理说都安排好了 请个郎中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这个沈家的态度 好像不温不火 其实能不能治好 李大太太的病是小事 只要表面上尽心尽力 就能让李家感激 李大太太的娘家在太兴 这是多好的机会 别看李大人 获罪之前只是个御史 现在翻了案 必然前途无量 否则儿子也不会写信回家 让多多照应李大太太 李大太太一脸的期盼 老太太板着脸 仿佛沈司太太说出 让她不满意的话 她就会大发雷霆 僵事面露不仁 寿事则是目光闪烁 就连哭红眼睛的姚宛如 也是好奇地 打量着李大太太和沈司太太 沈司太太停顿了半晌 才叹口气 唉 不是我不请来 只是 李大太太目光顿时暗淡下去 老太太皱起眉头 有什么难处 沈司太太刻意看了眼寿氏 寿氏觉得奇怪 沈司太太的模样像是 她知道些什么 老太太早就吩咐沈家 将郎中请来 可是确然不见郎中的影子 她以为等李大太太到了 沈司太太就会让下人去请 谁知道沈司太太会有这样的一番说辞 沈司太太说 也不是难处 只是 那不是寻常的郎中或是太医 不轻易给人治病 而且治病的法子也和寻常人不同 李大太太顿时看到了希望 我这病看了多少羽衣和郎中 从京城到扬州 又来太兴 能请的都请了 也不见有起伏 李大太太眼睛里满是血丝 我早知道我这样的病 定然要找这样的人才能治好 说不得这次真的找对了人 老太太欠起身子 吩咐沈司太太 既然大太太都这样说 你还有什么为难的 只管让人过来诊治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